这是一台Switch Switch改变了我们玩大型游戏的方式 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 你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游戏的乐趣 那你有没有想过 向来笨重的游戏PC 也可以做成Switch一般的形态 揣进腰包随身携带呢? 其实早就有厂商这么做了 今天我们就搞来了三台特别有意思的产品 分别是一号本的One GXE Pro Aya Neo和GPD Win 3 它们可不是什么山寨货 而是货真价实的PC游戏掌机 装着正儿八经的PC硬件 跑着我们熟悉的Win10系统 而且它们都还声称自己能跑得动大型3A游戏 那么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新奇的PC设备 到底靠不靠谱吧 虽然都是服务于游戏 但这三台掌机形态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Aya和GPD这两台 机身上都自带了手柄 一号本的形态则是比较像小笔记本 但它也可以选装Switch Joy-Con那样的可拆卸式手柄 如果光看外观的话 那么第一眼望过去一号本的做工似乎是三折里最好的 金属机身又有质感又有设计 还是高达联名款 顺带还模仿了一下大厂 这个屁股的灯看着多酷炫啊 想想到这三台里卖的最昂贵的 好像贵也有贵的道理啊 然而当你用上一号本的这对手柄之后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它这手柄问题有点大 首先它的连接方式是纯蓝牙 手柄上并没有任何触点 这意味着插在机身上甚至不能给它充电 那我要充电该怎么办呢 我得单独给它插根线才行 这个设计说实话有点蠢啊 然后这手柄和机身是通过导轨连接的 但你看看这晃晃悠悠的样子显然固定的不太牢啊 这个做工我甚至都不太敢把手柄装在上面塞包里 生怕被压断了 此外我们这台机器左右两个手柄的尖键和扳机键 按压手感居然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批次的原因啊 这些小问题对于其他小品牌PC来说可能轻有可原吧 但这个一号本的1GX1 Pro 它的价格可真不便宜啊 我买的时候512G版本 8400块起步 选配5G模块 更是来到10899元了 我有这个钱我都能买3070的游戏本了 论手柄做工 这个一号本还是有点得不配位啊 第二位参赛选手 阿雅NEO的画风就不太一样了 这一位看上去就非常极客 透明机身搭配大量的绿色线条 透过外壳 直接往里面就可以看到机内的各种组件 外壳材质设计上也不那么讲究 感觉就像一台自己组装的开源掌机一样 这和一号本可谓是截然相反了 不过它的定价倒是稍微合理一些 512G价格4999元 比一号本低了一大截了 也算是稍微有点性价比了 可惜这个机器预售要等挺长时间的 并不是很好买到啊 另一位选手 GBT Win 3 价格倒也买得不算太贵 i5加ETB起价5299 i7高配版6099 对于它的配置来说 也还可以了 那么GBT这个机器形态上又不太一样了 乍一眼看去有点像Switch 但是只要把屏幕往上滑 嘿嘿 这个隐藏的键盘是不是有点意思呢? 这个键盘并不是实体键盘 它是一个带震动反馈的触控键盘 并且由于GPD的尺寸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打字的话 这个姿势会有点感人啊 手感就不要多响了 它也就比用触屏打字稍微舒服一点罢了 但你们也知道 Windows系统嘛 有键盘总比没键盘强吧 对吧 那如果你期望用上更好的键盘的话 这台卖的死贵的一号本 反倒是在这个方面做得不错 毕竟人家本体就是一台小笔记本嘛 真正的实体键盘 对于那些不适合用手柄的游戏来说 这个就要舒服很多了 另外一号本也自带一个迷你触控板 诶 有小红点的味儿了 所以这个机器与其说是个游戏掌机 倒不如说是一个 借游戏机来营销的小电脑吧 它是具备一定办公能力的 既然是测游戏掌机 那么毫无疑问 手柄的手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地方 刚刚我们一上来就吐槽了一号本的手柄 那另外两台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各有优劣吧 GPE的优势在于它是三台掌机中唯一有线性扳机的 也就是说它的扳机可以无极调控 你像普通的扳机只有按下和松开两种状态 那你玩赛车游戏的时候就只能油门全踩 或者完全不踩 对吧 线性扳机就可以一点点踩油门 加大这个力度了 这个游戏体验就差了不是一点半点了 所以对于赛车游戏来说 GPE的操作手感就因为这一点 明显要比其他几台好很多 除此之外 GPE其他几个按键的手感也都不错 反馈很干脆 不输给三大主机的手柄了 但是GPE也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它的握持手感很糟糕 尺寸本来就小 键位布局又相当不合理 用的最多的XYAB键 居然放在了摇杆的下面 你得蜷缩着手指才能按到所有这些按键 这个用起来太难受了 这么小尺寸 还做对称式摇杆真的是有点作死 操作起来根本施展不开 玩游戏的姿势就非常感人了 背部的两个自定义按键也有同样的问题 它的位置怎么按都按不舒服 并且GPE的WIN3这个机身 并没有按照人体工学来设计 握持体验不佳 尤其是底下这块地方 是有一点点棱角的 长期磕着我的掌心 玩久了还是挺不舒服的 在这点上 AYA就做得更好一些 XYAB键放在摇杆上方 按键的布局明显更合理 机身也做了人体工学的设计 握持起来舒服很多 看得出这个机身是认真设计过的 但是AYA玩久了之后也挺累的 因为它太重了 650克呢 比12.9寸的iPad Pro还重 这么个铁疙瘩在手里 就算手感再好 就算你单身多年练出了超级七零币 拿久了AYA一样能累死你 虽然GPD Win 3一样也没轻到哪里去吧 550克重量还是要比Switch重得多 但确实要比AYA稍微友好一点 AYA之所以这么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尺寸 本来就比GPD大很多了 AYA配备了一块7寸屏幕 相比GPD Win 3的5.5寸大了整整一圈 打游戏的时候AYA这块大屏幕观感就明显好很多 更重要的是在Windows系统里的体验 就因为这块小屏幕 GPD远远不如AYA Windows的UI本来就特别不适合小屏设备 GPD还非常尴尬了锁了100%的缩放 想要把字调大点都不行 你拿手指戳一个5.5寸小屏上的这么小的按钮 简直就跟拿胡萝卜操作手机一样 想想就很难受啊 好在由于配备了键盘 摇杆也支持模拟鼠标 其实不用触屏一样也可以用得成GPD 操作习惯之后还算是勉强用得下来 倒是AYA由于缺乏实体键盘 在游戏内想要聊天或者输账号密码的话就比较蛋疼了 你只能通过虚拟键盘来操作 针对这个问题 AYA Mio也安排了一些像呼出键盘 ESC 任务管理器之类的独立快捷键 放在了手柄下方也算是弥补了一些不便 既然屏幕变小了 分辨率自然也不用给太高了吧 GPD Win 3是5.5寸720P的分辨率 而AYA Neo是7寸800P 对于这么小的PC屏幕来说 我觉得720P已经足够精细了 这个5.5寸甚至已经达到了接近300PPI了 而且低分辨率还能够照顾到核显的性能 我当然是不会抱怨什么的 不过高贵的1号本倒是出人意料的把分辨率标到了1920×1200 堆料还堆得挺狠的嘛 这对游戏体验其实没什么帮助 但看文字就会特别惊喜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这1号本就是个半公鸡嘛 接下来的发现更加印证了我这个看法 你知道1号本这台1GX1 Pro的开盒角度有多小吗? 猜这点点啊 尤其是用手柄的时候 你甚至得把手向外翻才能正视到屏幕 这就有点难受了 我明显感觉这个机器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游戏设计的 包括手柄里的振动马达在振的时候还会带动整个机身产生异响 足以看出1号本的手柄确实是强加上去的设计 有点鸡肋 但是说到振动马达 其实这三者都没好到哪里去吧 尤其是阿雅尼友的转子马达 哎呀 那力道叫一个大呀 而且它不是线性马达不是线性的振动 它是嗡一下子就振动起来了 玩个游戏冷不丁就给你嗡一下 开个车 嗡嗡嗡的 但是吵得离谱啊 手都快给我振麻了 乖乖 你这是卖情绪用品的吧 游戏机哪有这么做振动呢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这几家厂商都得学习一下Switch Switch这个线性马达 HD振动明显就要温柔细腻很多 或者如果体型能做大一点的话 像XBOX和PS手柄那样塞个正儿八经的马达进去 也不错啊 我手上有一台雷蛇丰刃平板 算是这三台掌机的祖师爷了 它的手柄里就塞了一个大号的振动马达 明显手感就跟这些小倍不是一个级别的 当然雷蛇的方案也有它的问题就是太重了 所以马达也不是越大越好的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振动这个方面还是应该重视起来 毕竟振动手感也是手柄体验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嘛 除了振动马达之外 这三台机器还有一个都很拉垮的点 就是外放 GPE的喇叭音质在这三折里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但也只是凑合的水平吧 一号本的1TX只有一个发声单元 而且位于机身的中部 连立体声都没有 再加上它的声音也很懵 可想而知音质有多烂啊 AIA NEO的外放总是完全没有低音 听起来非常吵 这个喇叭甚至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玩PST的时光 听完这些掌机再来听手机的外放 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啊 哎呀 反正比外放这三台掌机 都是被市面上各种手机吊打的命听个响就是了 不过对于臭打游戏的同学来说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了 一台PC游戏掌机 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性能了对吧 这种尺寸的小电脑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性能呢? 其实三家的思路都挺类似的 都是把轻薄本的配置塞进掌机里 我们这台GPD Win 3搭载了英特尔的i7-1165G7Tiger Lake芯片 低配版是i5-1135G7 内置XE核显配上16G4266规格的内存 CPU上压着的是对它的体型来说相当庞大的双热管散热 5.5寸的机器用着13寸轻薄本的散热 性能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一号本的1GXE Pro则是稍微保守了一点 用了一颗超低压的i7-1160G7 CPU核显规格都是一样的 但是功耗要比165G7低很多 散热虽然也是双热管 但欺骗面积好像要比GPD Win 3小了不少呢 并且一号本用了两个迷你风扇散热 我觉得对于这种寸土寸金的小掌机来说 这个并不合理 因为占用更多体积的同时 它的效率可能不如单个大风扇 不知道能不能发挥出性能了 阿雅NEO就比较特别了 它用上了AMD Ryzen 5 4500U 6核6线程 搭配VEGA 6核弦 不仅配置足够YES 而且它的散热规格更是三台机器里最YES的 巨大的散热鳍片 巨大的风扇 果然这个体型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你觉得阿雅这配置还不够用 你甚至还可以给它换CPU 当然了 是要上BGA焊台的 除非你有酷克的镊子 你要是没条件自己换 淘宝上能买到升级4800U的服务 8核16线程掌机想想就挺变态的 想要了解性能 不如就先来跑一下理论测试 探探底吧 我们首先统一把三台机器的CPU 都限定在15W的PLE功耗 跑一跑看看 这个功耗下 几台机器都有比较可控的发热量 续航也都有所保证 在Citybench R23中可以看到 11代的单核性能确实很强 甩开了Ryzen 4500U 而多核性能呢? 多出两个物理核心的4500U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不过这三台都是游戏掌机嘛 CPU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 既然是打游戏 最重要的肯定是图形性能的 3DMark的测试 两台英特尔的机器在核显上都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满血的XE核显确实挺牛逼的 而阿亚NEO的上古Vega 6明显有点力不从心 被拉开了不小的差距 所以温度方面 同样15W功耗跑10分钟的ID64 FPU 1号本的温度要明显高于GPD和阿亚 甚至GPD和阿亚在这个负载下 风扇都没怎么转呢 没满载呢 我是真的得吐槽一下1号本啊 你卖的这么贵 手柄做工不行也就罢了 这性能和散热好像也没占着什么便宜啊 可是你这钱都花在高达和古天乐上了? 跑些实际游戏看看吧 我一直觉得这类设备特别适合玩一些诸如澳日这样的游戏 视角也不复杂 适合手柄 配置要求也不算太过分 简直是完美契合 那我们试了一下720P高特效 两台英特尔掌机都能在澳日中跑到超过60FPS GPD的领先幅度比较大 相比之下阿亚的性能要稍微低一些 只有52FPS 好在它的体验也基本算是流畅的 另一个比较契合这种掌机的游戏是原神 主要是原神在手机单的画质比较差 即便我们在PC上开到低特效 体验也要比手机高特效好很多 奇怪的是 低特效跑原神 一号本的这颗低压芯片 如果不解锁功耗只能跑到48FPS 稍微有一点卡顿吧 而阿亚和GPD都可以保持原神中接近6FPS 体验还算挺流畅的 不过玩原神的话 我倒反而比较喜欢一号本的这种形态 因为原神这个游戏用剑鼠关 我觉得手感要比手柄更好一些 一号本的这块实体键盘 在这个时候就能发挥作用了 再加上它支持插SIM卡上网 出门在外做日常倒是挺方便的 看来普通的3D游戏 在这几台掌机上运行起来还是问题不大 但既然都宣传了3A大作 那我们也得找点高难度来试试嘛 对吧 来 我们劲爆一点 赛博朋克2077行不行呢? 哎呀 果然不出所料 在15W的限制下 三台低压处理器加核显的机器 在720T最低画质下也都只能跑到电影级帧率吧 如果开个80%渲染 那么性能较强的AIA和GPD这两台能够摸到30帧了 勉强能玩吧 就是这个画质有点感人啊 好在如果我们不玩2077 那其他一些神优化的游戏 像极限竞速地平线4 这些在掌机上表现都不错 720P高特效 注意是高特效下 三台掌机 地平线4都可以跑到40帧上下 降一降画质 完全可以跑上60帧嘛 但是 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就是这两台英特尔的掌机 在运行地平线的时候 画面会有一些奇怪的bug 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 谁叫英特尔不掌记性呢? 显卡驱动做得这么烂 怪谁呢? 上面这些测试 都是我们限制在15W的功耗下跑的 但是 如果你完全不在乎续航 就想一根筋干到爆的话 这三台机器其实都是可以解锁功耗的 不过一号本受限于这颗超低压的1160G7 它的功耗上限最高只能解到20W 而GPD和AIA就比较开放了 它们都没有什么限制 可以轻松往上抄 那我们就直接干到30W吧 解锁完功耗再来看性能 223的单核好像提升不大 有些机器甚至因为过热 分数还降低了一些 但是多核跑分 这提升就非常大了 GPD从3845分暴涨到5574分 45%的CPU涨幅 已经快赶上6核心的AIA了 然而拉功耗这件事对CPU提升这么大 对于核显来说 提升反而就不是很大了 核显大概只能强个10%左右吧 不过你别觉得性能提升是免费的 当然也是有代价的了 温度低不了了 在FPU烤机当中三台掌机的CPU温度 现在都来到了90度上下 GPD和AIA甚至都维持不住30W的功耗了 你看这曲线说掉就掉下去了 对吧? 但是这里最尴尬的还是这台1号本 那两台30W 90度 我觉得还情有可原 但是1号本这个可是20W上90度 这个散热属实不太行 不过真要开足马力玩游戏 如果你不带出去 只是在家里接着电源或者底座什么的 解锁功耗还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这三台机器再来运行傲日 都能轻松超过60帧了 GPD甚至超过了100帧 原神不用说低特效了 甚至可以挑战一下高特效 GPD也一样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60帧 而在对AMV优化比较好的Foda当中 AIA和GPD两台掌机起鼓相当 高特效都能轻松超过50帧 表现非常不错 至于赛博朋克2077 好家伙 开了80%渲染的GPD已经能跑上40帧了 而AIA和1号本的表现就是比较接近的 在34帧左右 当然了 我说的是720P 1号本的这一块全高清屏 你还想着拉满的话 那还是洗洗睡吧 测试做到这里 我觉得有些观众可能会好奇 哎呀 你跑这么多游戏 我还是对它们的性能没什么概念 我就想知道 这些PC掌机比Switch强了多少 那好吧 反正大家都是掌机嘛 就来比较一下看看吧 我们跑的是GFXBench 5.0 即便是底座模式下 Switch的GPU性能 还是被这三台15W的PC掌机甩到尾灯都看不见了 差不多有三四倍左右的差距吧 更不用说掌机模式下了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差距有一个概念吧 我找了一个同时登录Switch和PC的游戏 在我们的测试场景下 Switch底座模式都只能运行到640p 30帧 掌机模式更是只有500p 25帧左右 而我们的PC在阴影几何抗拒尺都比Switch版更好的情况下 15W功耗已经可以跑到720p 60帧以上了 30W更是能跑到720p 80帧的水平 所以不管这三台PC掌机之间对比如何 它们的性能都强过Switch还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这三个破机器的性能已经足以模拟Switch了 跑个U组 马里奥奥德赛竟然也能达到60帧 这已经接近Switch本机的体验了 表现还不错吧 包括硬件要求非常高的PS3模拟器 这些掌机居然也可以顺利运行 尤其是AIA 凭借Ryzen强大的CPU性能 15W功耗下就可以30帧流畅运行P5了 比刚才核显占优的GPD还要更强一些 看来模拟器这种CPU占优的应用 Ryzen处理器确实更加得心应手 这让我就不禁好奇了 换了4800U的AIA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无话说回来 就算这些PC掌机的性能再强 哪怕装上独显 比如Switch强出千倍万倍 你真要让我选一台来玩 我可能还是倾向于选Switch 毕竟Switch的重量比这些掌机都要轻了一大截 这对于主打便携性的掌机来说 反而才是最重要的吧 哪怕我不出门 只是躺在床上玩 其实我也不希望玩着玩着掌机就砸我脸上了 所以我对于重量还是挺敏感的 而且续航上去考虑 Switch也要比这些PC更放心一些 尤其是一些高负荷的3D游戏 我们实测15W玩原神 这三台掌机都只能坚持两个小时左右 真要随时随地唱完原神 可能还是用iPad更合适一点吧 好在玩低负载的2D游戏 它们的续航都还不赖 玩个新路过乌鱼可以坚持7个小时以上 玩上一趟高铁应该问题不大了 在我看来 选择这些PC掌机 主要还是为了PC的生态吧 毕竟PC上什么都能玩 我的Steam库里本来就有很多吃灰的游戏 能在掌机上开开荒倒也不错嘛 甚至PC上还能玩什么呢? 独占射击游戏啊! 别把这个给忘了嘛 嘿嘿嘿嘿 跟这种掌机简直就是绝佩嘛 你说是吧? 看到这里 我们对这几台掌机的大概情况也都有所了解了 出乎我的意料 这几个PC掌机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也是多亏了这两年核显性能大幅提升 我们也终于能在这种设备上玩一些高要求的游戏了 不过这三家小厂的掌机 小作坊的痕迹依然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我们拆GPD的时候就发现 它里面的电池甚至是拿三块现成的锂电池粘在一起做的 包括这台GPD我刚收到的时候 它的外放有一边是不响的 我拆开之后才发现排线居然是断的 把它焊回去之后才把外放修好 其他几台机器的排线也都挺混乱的 这些做工上的小毛病都不少 但是如果你不在意这些细节的话 尝试一下这类机器 无妨了 在这三台掌机里面 GPD Win3尽管如上面所说存在一些品控问题 但是它的产品力相当可以 性能够强 价格也比较合理 考虑到GPD已经做了很多年这种产品了 这个表现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AYA作为掌机界的新面孔 第一台产品能有这个表现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的了 对于觉得GPD屏幕太小 或者有些同学可能不喜欢GPD的营销手段 对于这些同学来说 AYA Mio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它一样不算太贵 只要你不嫌弃它的重量 至于一号本的1GX1 Pro 这台就注定只适合土豪了 我觉得它卖的有点太贵了 而且也就样子比较好看吧 实际使用的时候体验 有的时候还是不如那两台便宜的机器了 除非你的预算很多 又想买一个全键盘的小电脑 否则我是劝你别花冤枉钱了 好在一号本很快也会出一个低成本的掌机 形态上会更接近另外两台产品 希望它的表现就不要再拉垮了 尽管这些PC长机还存在不少体验上的问题 这个品类目前也处于起步阶段 但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类产品的 因为它们给内卷了这么多年的PC行业 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很多人说PC现在是西洋产业了 因为PC在形态上已经严重固化了 我们急需这样的创新产品在之前没有的领域开拓新的市场了 所以你还别小看这些掌机了 说的好听点 它们可是扛着拯救PC的大业呢 未来随着核显性能的突飞猛进 形态上再去探索一下这类掌机大有可为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键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